現在我們進到這邊來之後 你看你選了一個範本 那開的空白的 是不是就這樣子 那當然我在這邊 我們可以做一個標題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們老師剛剛用過的 早上用過的 我們拿進來 我們這樣多麼勤儉持家有沒有 這一張可以繼續用下去 然後在這裡 在這裡我們就說 這是我們在 好 語言不見了 欸 為什麼打不出來 好吧 他們不讓我打 我打OBS好了 OK 就是你可以做一個封面 做一個封面 那我們進到裡面的頁面之後 我在這邊 可不可以把剛剛影片放進來 其實老實講 我們剛剛OBS錄下來 不是MKV嗎 就算你不轉檔也可以叫進來 只是我們轉檔之後是你電腦播放比較方便 所以通常還是轉一下 那怎麼叫進來 來您看一下 您記不記得我們剛剛OBS錄好之後 影片放在哪裡 是不是就放在影片 我的影片這個資料夾 所以您就可以把剛剛 比如說像我最後這一段錄的 把它拿進來 我拿那個好的 老師的那個MKV的這個 我們早上氣象主播的 趁老師不再拿進來這邊跟他剪一剪 丟進來了 那當然大小你可以自行 是不是可以自行調整 對不對 只是說如果你要全螢幕的 我就放全螢幕 所以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在這邊 再搭配一下子母畫面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 可以做合成 它也是有圖層的概念喔 也是有圖層的概念 所以如果說 我們需要有另外一段影片 在這邊 的話 也OK 好 那現在呢 你點進來的時候 我把下面的時間軸拉高一點 老師比較好看喔 它預設它會自動縮小 會像這樣自動縮小 所以您比較不用擔心 好 那您可以看到下面這個時間軸 我現在錄的影片 是比較長一點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要看 會比較不方便 怎麼辦呢 我們看到上面 在這邊 其實 它的使用方式 跟微地導演有點像 你看這裡有沒有 時間軸的放大鏡 對不對 你就按最左邊這個 當你按下去之後 它會依據 您影片的長短 自動把整段影片 縮在可視範圍裡面 這樣我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們這段影片 喔 我現在看到了 大概錄了36、37秒左右 這樣就先 針對整體的先看一次 對不對 那你可以檢視一下它的聲音 夠不夠大聲 好 那整段的影片的長度是多少 我就可以先得到這個基本資訊 好 那如果呢 你要做剪接 怎麼辦 你看我們在威力導演 有沒有一個時間軸可以拉動 我們這裡沒有嗎 有 只是預設它沒有出現 那怎麼樣才能夠出現 你看到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時間軸的刻度 任一個地方隨便點一下 有沒有感覺指標跑出來了 而且如果你用過威力導演 你就知道 威力導演有沒有左右有兩個 因為這個是用來選什麼 就是用來選我們的影片的範圍的 所以呢 那萬一不小心這個範圍選錯怎麼辦 蛤 怎麼去怎麼回來 是一種方式 但是有一個更快的 在中間這一根按兩下 咚咚 咚 有沒有回來了 你就不用自己拉回來 管它左邊還有右邊 反正就多多兩下 它就自動兩邊就收回來 好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 用這種方式 拋空人家 剪接 時間軸 感覺起來比較容易一點 比你學威力導演來的簡單嘛 我們講威力導演已經算很簡單了 可是這個更快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就是說 畢竟它不是專門做剪接軟體 除了比較沒有太多特效以外 第二個 你影片太長 我就不建議老師用這套軟體 比如說你可能影片 我通常會比較建議在20分鐘 15分鐘 20分鐘以內的 你用這個 OK 但是太大的話 畢竟它總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不是做影片剪接用的 可能效能就不見得很好 你如果短片 我們中間的這樣子 用它來剪 我覺得是蠻適合的 那 另外一個呢 如果老師在錄製的過程裡面 有發現 糟糕 我這裡少錄一段了 怎麼辦 平常老師的做法 如果中間有錄錯啦 或有少錄一段 錄錯沒問題 我們剛剛是不是可以刪掉 但是你總是要錄一段正確的吧 哈哈哈哈 那你會怎麼做 如果以我們一般的那種 剪接軟體的概念 就是我把這個地方 把它切斷對不對 把它切斷 這個 新的插進來 這一段是不是要往後退 但是那個情形是 你還沒有加字幕 還沒有加一些東西進去的時候 如果像我們這樣 欸這裡有一些東西 慈母畫面 不同的畫面 在不同位置出現 你這樣一動的話 是不是 牽你法而動全身 那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有 我們來試看看 我們用這種 PowerPoint式的 剪接 你可以看到 如果假設我在這個地方 發現我少錄一段 我就把這裡 移到後面來 有沒有一個叫做分割換燈片 有齁 所以按下去 凝住一下左手邊的變化 有沒有變成兩個偷影片 左邊 這個時候 少錄一段 哪有什麼關係 大家上來就好了 這樣要補有沒有簡單 先撥這一段 正確的 再撥一段 再撥後面這一段 它的順序就是這樣 稍微的撥下來 所以你今天要補第一段 補第二段 就很簡單 那調整順序大家也會 對不對 你看都是我們已經學過的 PowerPoint的概念 是不是都可以帶進來 當然它本身也有錄影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要用它錄影 其實也是OK的 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是我蠻喜歡它的剪輯的方式 雖然沒有很花俏 可是呢 其實效果很不錯 OK 所以我先簡單把它的剪接功能 介紹在這裡 那待會我播一段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家的小朋友 抱歉 現在國小 教作業 也是要教影片作業 我用這個來剪 好 就給各位參考看看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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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